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欢迎回到主编点新闻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接下来我们就关心一下马郎 就是在新加坡工作的大马人 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处置自己的工作 还有生活 那大马政府现在就向新加坡 现意提供住宿 允许30万名马来西亚的劳工 继续到新加坡工作 国防部高级部长伊斯迈沙比里就说 首相慕尤丁 贸工部高级部长阿兹敏 还有他现在都在跟新加坡商讨 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他就补充说 其实这件事情还在商讨当中 相信是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政府将会有所宣布 30万名马劳 这是一个庞大的数目 代表着不仅仅是这30万人而已 还包括了他们背后的家庭 如果一个家庭有5名成员的话 535 就150万人将因为这项行动管制令 而直接或者间接受到影响 这也是为何慕尤丁宣布 当晚的消息一出来之后 大量的马劳就挤爆了新楼场地 准备在封关之前进入新加坡 否则14天可能就会没有工作了 伊斯迈沙比里就说 内阁在会议上是成立了一个 涉及19个部门的特别工作小组 他就承认说 行动管制令落实的第一天 确实出现了不少的问题 因此在会议上各个部门就决定说 除了一直在运作的国家安全理事会的热线之外 所有部门的热线电话 现在都会重新的运营 以便解答民众的大量的疑惑 马劳的课题不仅仅是大马国内的课题而已 也影响了一水之隔的新加坡 我们试想想看 新加坡在一夜之间少了30万名员工 这会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而且这些每一天往返新加坡跟新山的马劳们 大部分都从事3D行业 就是Dirty Difficult跟Dangerous 那么这种苦活脏活累活 一旦没有人进行 没有人去做的话呢 它肯定会影响到新加坡 那么除了这3D行业之外呢 也有一些是从事白领阶级的工作 那随着这个管制令在昨天实施之后呢 马来西亚政府跟新加坡就正在讨论 应该要如何允许每一天越境工作的大马级员工 是可以在这14天里面继续在新加坡上班的 那根据统计每一天由柔佛新山的关卡 还有第二通道呢 往返新马的劳工 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马劳啊 这个人数呢 其实不止30万啊 是超过30万达到45万 不管是45万还是30万都好 它都是一个庞大的数目 代表的不仅仅是一股的生产力 也包括了他们是家庭的资助 而且对马兴两国的经济发展也有贡献 这不是4500人或者是3000人 而是数十万的劳工大军呢 那么行动限制令落实之后呢 导致原本每日往返马兴两地讨生活的马劳们 受到严重的这个影响了 没错 那新加坡媒体呢 今日报呢 的这个报道就指出说 确实有一些大马人呢 是来不及呢 安排落脚之处 就导致呢 其实有20个人 昨天晚上啊 是在这个克兰芝捷运站露宿的 那其中一个呢 就是31岁的大马级店员呢 阿尔米 他是育有呢 两名的孩子 他说他自己的雇主呢 是还在想办法呢 为他安排住宿 所以他目前呢 只能够睡在呢 这个捷运站外 他说凌晨5点捷运开始运作之前呢 他就必须要起来了 那么由于行动令来得太过突然呢 导致部分工作者来不及赶在5月12点 最后通关时间前回家收拾行李 所以一些呢 只穿了简单的一些拖鞋啊 带着个简单的包包 然后称上去一些钱 然后就来到了新加坡 那么新加坡人力资源部长呢 他就有透露说 又有一万名大马级的劳工 选择在限制令前呢 进入了新加坡 那么该国政府也已经推出了 临时的方案来协助雇主 包括为他们提供津贴 协助他们分担他们的这个额外的开销 那么每一名雇员的每日可 获得50新元的津贴 而且是长达14天 而且新加坡交通部长许文言 他也表示说 新加坡公共服务系统 已经决定留在这个新加坡工作的 马来人准备好充足的这个住宿了 所以现在的这种情况呢 是非常的这种紧张 那么这种紧张呢 不是国与国之间的这个摩擦 而是因为这30万 或者是这45万名大军 如何去安顿他们 因为如果新加坡没有很好的去处理的话呢 他本身的经济运作也会受到影响 而且很多呢 都是从事3D行业的 没错 不过呢 刚刚提到的 不管是30万还是45万的 不只是马来人 也包括了马来西亚 其他各种族的这一个族群 那今天呢 也要非常你感谢 你就是关注今天的主编点新闻 谢谢志峰 明天同样时间一起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